各位好 我是彭惠珊 港股今日整體走勢仍然維持一個叫反覆的狀態 最主要都是相信 恆治在上星期升到50天線和20天線的交匯區附近 整體上仍然未有足夠的動力突破 加上恆生指數的新季 加入的新的三隻成分股 令到很多投資者之前 對於一眾科技類相關的股份 會有機會加入成分股落空 令到今日整體的科技股份 隨著內地又加上美國 對於一些加密貨幣 作出一些打擊的行動下 都看到科技類股份的走勢比較偏弱 不過都可以看回暫時恆治 未有出現一些比較明顯的下跌壓力 尤其是在現在這個水平來說 即使指數未有能力突破20天線和50天線 但同期來說 我們看回恆治在今日底部 亦未有跌穿28,100這個關鍵水平 28,100是什麼概念呢? 主要都是看回去年來講 由9月恆治低位 23,000的水平一直升上來 去到高位 捱住整個頂部 31,183點 整個的升浪 如果計算38.2% 作為一個回調幅度的話 28,100就剛剛好是一個主要的支持 兩次跌穿了之後很快也都升上來 還有一步是確認28,100的水平 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以現在去看回恆治在短期裏面 仍然都會繼續偏良一個反覆的 尤其是以現在去看回 布里加通道的垂直高度 再上一步是收窄 都暗示著 現在這個水平 港股出現一個突破機會 不是太大的 投資者可能仍然會維持 是減股不減市的看法 短期來說 資金都似乎是開始重新再買回一些 與內地整體券商有關的股份 投資者不妨留意 是內地的中資券商類的股份 再次看回憶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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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